自2019年时隔4年 台湾花莲慈中国际志工服务团 再次回到雪兰的英皇乔治武市 迎新老妇院 国乐团指挥孙老师 曾在这里用音乐和一位奶奶结缘 他庆幸这一回还能再相见 他记得台湾花莲 他记得慈祭 然后后来他就小声地问我说 那那个姓孙的有没有来 我就说就是我啊这样 然后他就说你怎么已经 变成熟了 好像长大了 然后我就跟他说 对 因为我小孩子都快四岁了 所以如果我的小孩遇到奶奶的话 就是阿祖了 迎新老妇院和台湾少年孩子的缘分 是慈祭教练会志工李林慧校长 从2007年迁起的 新冠疫情期间 李校长时时惦记着 这群年迈的婆婆们 每天就是三等婆婆 那等什么呢 每天就是等吃饭 等睡觉 以及等生命的最后一天 我听到这个我就很心酸 那我就想说我们可不可以换一下 那让婆婆变成另外一种三等 一样等吃饭 等睡觉 但是呢 等我的外孙来看我 就让婆婆觉得有孙子 有团圆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我们的孩子他们自己准备金票 自己买机票来到这里 准备了好几天 把最好的节目 最好的表演 带给你们快乐跟欢喜 花蓮慈祭中学的学生 扮演一日孙子的角色 不只付出爱和时间 他们越洋来到马来西亚 还摄取了这块土地的养分 我们用餐的时候 其实婆婆她是 非常非常珍惜那些食物的 有吃杯 就是冲一遍再喝 这个婆婆 我们从来没做过这种事情 但是婆婆她是会去做这件事情 也是我在现实当中 第一次看到有人真的是这样做 所以其实对我的一个想法 其实会有一些影响 大约新闻 灵异带回答 马来西亚报道